ZAS-3型76毫米加农炮是由格拉宾火炮设计局研发设计的 该火炮利用ZAS-2的炮架加装新炮管 有加45度的射角同时加装了炮口支退器 可以减少30%的后坐力 还加装了垂直半自动气型锁 液压助退器、复位机以及独立开机的GAZ高射炮高低机等 ZAS-3的制造成本很低 因此成为了一种大量生产装备全球许多国家的火炮 ZAS-3在魏国战争、朝鲜战争中被广泛使用 中国后来还将其仿制并命名为五四式76毫米加农炮 本期就来为您揭秘这款前苏联的一代神炮 ZAS-3型76毫米加农炮 ZAS-3加农炮全长为6095毫米 并架状态宽1645毫米 至防奔上切面高1375毫米 中式瞄准锯木锯高1060毫米 火线高889毫米 折锯为1400毫米 战斗状态全重为1.15吨 行军状态全重为1.85吨 最大射速为每分钟25发 持续射速为每分钟15发 炮管口径为76.2毫米 炮管全长为3169毫米 ZAS-3的牵引方式为卡车、吉普车 或者用四到六匹马来进行牵引 炮手班有八人组成 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苏联武装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改革 当时苏军步兵师仍然大量装备着 地隔时代设计的76.2毫米加农炮 而这种老旧火炮 也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战场环境 针对这种情况 著名的格拉宾火炮设计师 在1936年到1939年间 先后设计了F22和F22USV型 76毫米加农炮 虽然性能上有了一定提高 但总体设计还是不够理想 与此同时 格拉宾还认为 德国在发展防护力强大的重型坦克 为此格拉宾在1941年初 设计了ZAS-2型57毫米反坦克炮 格拉宾后来又将F22USV的炮身 加装在了ZAS-2的炮架上 从而得到一种优秀的师储加农炮 ZAS-3 ZAS-3也是苏联历史上 第一款使用流水线 进行生产的火炮 这些措施 使得它的承产时间 只有475公尺 差不多是F22USV的三分之一 市内成本同F22USV 相比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同时 由于能够兼容之前品种繁多 库存充裕的76毫米弹药 ZAS-3的经济性和通用性也很好 不仅能作为普通火炮投射榴弹 流线弹 银武弹 反装甲弹药等 比纯粹的反坦克炮 ZAS-2用途更加广泛 1940年末的时候 九二冰工厂的领导人 格拉宾决定开发一种中型的火炮 事实上 炮兵部门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不仅如此 部分炮兵领导还认为 没有必要开发新武器 所以这项工作 差不多是格拉宾个人的决定 他本人和九二工厂设计局 都没有向上级部门 通报ZAS-3的研制项目 格拉宾在1941年6月 完成了第一门 原型炮的制造工作 第二个月 开始了对这门炮的测试 测试的结果表明 火炮状况良好 直到1942年2月 苏联红军还正式接收了ZAS-3 因此他才会被定型为M192型 斯大林检阅过这种武器后 亲自拍板进行大规模生产 投入战场后的ZAS-3加农炮 不只赢得了苏联士兵的喜爱 也赢得了德国人的钦佩 克鲁伯工程师甚至认为 ZAS-3加农炮 是二战中最好的火炮 除了反坦克之外 ZAS-3还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压制敌方火炮 破坏坚固掩体 另外 苏联军方还生产了 以ZAS-3为主武器的 SU-764型火炮 在1942中期以前 ZAS-3加农炮可以击毁 德军任何坦克 直到虎士重型坦克 投入战场之后 ZAS-3才算是真正的 遇到了劲敌 只能在非常近的距离 才能有效打穿虎士正面装甲 ZAS-3的炮手班 有八人组成 分别为炮掌 副炮掌各一人 炮手六人 炮掌负责训练炮手和指挥 全班人员进行战斗 副炮掌接瞄准手 负责瞄准操作瞄准锯 瞄准机和发射 一炮手负责开闭炮栓 检查和报告后坐量 二炮手是装前手 三炮手是引线手 负责装定引线和传递炮弹 四五六炮手为弹药手 负责准备炮弹 行军时五六炮手为马车驾驭手 或牵引车司机 除此之外 ZAS-3还安装了炮口支退器 以减少部分后坐力 半自动力气式炮栓 使用液压助退机进行支退 ZAS-3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佳能炮 它的炮盾和炮架和ZAS-2相同 火炮装有炮口支退器 不仅可以装上穿甲弹打坦克 也可以装上榴弹 打集群目标和攻势 不仅如此 该武器流入中国后也帮助志愿军战士 在朝鲜战争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志愿军入朝的前期 装备的反坦克炮数量少 型号杂 包括有美制37毫米战防炮 日制37毫米战防炮 加拿大制战防炮等 1951年苏联火炮裂装志愿军时 中国炮兵还是用的苏制37毫米和45毫米战防炮 不过随着炮兵部队组建其专业的反坦克炮兵 ZS-2和ZS-3两种火炮逐渐取代了旧式战防炮 中国炮兵对ZS-3加农炮赞誉有加 在著名的文灯礼战斗中 志愿军第68军2040 以ZS-3加农炮为主的炮兵群 配合装备无坐立炮 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的步兵 粉碎了美军的坦克披露战 ZS-3火炮在志愿军炮兵装备数量大 将炮兵第31师第32师 就是以这种火炮为主 组建的反坦克炮兵部队 到了1951年年底 志愿军全军拥有ZS-3加农炮 达到了297门 朝鲜战争后 中国军工部门对这两种火炮进行了仿制 分别仿制出55式75毫米反坦克炮 和54式76毫米野炮 军工人员还自主创新 将ZS-2火炮装上了美制LVT-4两栖战车上 改装出了一种东西结合的两栖突击车辆 ZS-2加农炮堪称是最著名的苏联火炮 克鲁伯军工集团火炮分公司 德国首席工程师沃尔夫教授 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 德国火炮比除了苏联以外任何国家造的火炮都要好 在二战期间我测试过许多缴获的火炮 英国和法国的炮不如我们德国的 但ZS-3不同 它确实是二战中最好的火炮 毫不夸张的讲 这种加农炮将在世界火炮史中留下重要的一页 斯大林在看过ZS-3后 也不仅夸赞到这门加农炮是一代杰作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您还了解哪些武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